HELLO 大家好,我是VINDER 因为中国近年来对游戏的防臣民政策 连弹影响了中国境内所谓的绑号审查 你可以当作是游戏的车牌 需要有驾照才能上路 所以当游戏在中国境内如果还无法运营的话 都会先走国际服 不只赚取资金 也可以当作试水温跟修正 反正有钱的大公司在国外 那都有全资或者合伙公司了 也不是个难事 我压根也没想到 曾经凉凉的游戏 还有返攻大陆的一天 今天就是这一款凉透游戏 在3月23号早上开始中国服三档公厕 无神之戒 由蓝图游戏制作开发 是中国的龙图游戏跟赖公司合资组成 蓝图之前也有一款IP授权的垃圾手游 猎人HunterHunter 在台湾是由中国的Modfront Game代理 不过台服已经田运了 而关于龙图开发的游戏 或许以前你听过也玩过 例如2017年的热血江湖 2021年的顿之勇者成名路Rice 这些在台湾都是由光谱资讯代理 光谱原本是开发游戏起家 但后期也转型成代理 其实也是肩挺可惜的制作公司 想当年的富甲天下是真的好玩 回到主题 无神之戒这游戏在国际上 有另一个比较广为人知的名称 Terra Classic 在台版的上架时间为2020年的1月14号 代理是BB Game 广州黑胡子 一间专攻海外市场的中国公司 而他在今年台湾也有上架一款 星星长之野望 让我们开始试玩 其实因为台湾上架有段时间了 我当初也没玩过台版 所以不知道两者之间有没有差异 选角方面 怀念的浓厚韩国化工味 各种磨皮滤镜 捏脸也还是几年前的风格 个人是没有很喜欢 游戏的玩法属于半自动放置MMO 让玩家有部分可以操作的空间 但也是属于多方的缝合怪 人物 美术 任务 剧情 打怪等 各玩各的毫无关联 可以跟玄宗记一起比赛了 这个角色人物的高速集挺 真的也是好久没有玩到这么声音感的游戏了 而打击感 不能说不好 只能说是完全没有 操作手感真的很糟糕 有时候会因为不明的原因导致无法攻击 也无法很顺的走A风筝 闪躲功能也没多大意义 可能是没无敌症 或者网络延迟 只要没提前闪招 就是挨打 好吧 毕竟不是动作游戏也不难强求了 技能各种光污染特效放好放满 但回馈感基本等于0 不得不说韩版游戏 在外观幻化这点 真的也是玩出自己的心得了 各种炫富造型 还能满足外观控 商城在课金方面 也是不手软不隐藏 结合游戏本身各种 技能装备 制作 宠物 做奇 神器等 各式各样的养成机制 把能卖数值的部分都想办法生出来 明确的告诉玩家 想变强课金就对了 众多礼包 肯定有你喜欢的 玩家请多多参观选购 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 就是世界频道 如果一开始 没关闭自动播放语音的话 会听到他们中国玩家 在骂这款游戏 结论 好久沉甕底 垃圾沉大海 我真的是一刻也不想停留了 仿佛回到好几年前的游戏体验 还好台湾玩家已经被荼毒过了 应该是不会再重新上架了 但不保证不换皮革室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